我命令你 星期六来我直播间 大阳哥未展现家庭地位 现场打电话给大阳嫂 现在有多嘚瑟 随后就有多谈 我们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 给打电话给你看看 你看我 我跟我媳妇聊天 我们就看什么叫男人 哎 媳妇 嗯 你放下这儿媳妇 你看能不能来个 来在直播间玩 那个陪 陪我们聊会儿天 我要带宝宝来 哦 好 那你看这个 一进这个 我在家庭地位 你看能听我一句 就是能不能给个面子 能不能给个面子 你能不能给个面子 就几分钱 我要拿着 我晚上有想想吃东西 要给你带点东西吃啊 不吃不吃 哈哈哈哈 咋啦 我就是我 我要我要大方 这给你看看什么 什么叫男人给你看看我啊 哎呀 周六你我周六命令你来我直播间了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来不来 好 哎 命令吗 我再试一下 我懂了 就命令一下 对 好 我再试一下 啊 怎么说一下 我命令你 我命令你 周六来我直播间 行不行 行 好 喂 其他 我我说 你看我说一听啊 嗯 我说 我命令你 星期六来我直播间 再说一遍 我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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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我也 再说一遍是吧 是吧 我说 再说一点 你有本事 那我说一下 哈哈哈哈 不说一遍 啊 是吧 你别再累 你这 这 你这感觉不对呀 这有点完蛋啊 都有点 宝贝 你冲不冲 冲冲冲 哎 关注 你冲不冲 冲冲冲 哎 废话 啊 不说咱们关注 啊 冲一冲 废话 啊 不说说 宝贝 最一个 哈哈哈哈 小杨嫂最大的黑粉 原来就在身边 在一次小杨嫂带活面霜时 表阳哥全程翻车 妥妥的黑粉头子 那时候哪个好 面霜 面霜怎么个面霜好 面霜他一点都不油但很滋润啊 我来试一下 啊 不油啊 哎呦 睡到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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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笑 笑啊 笑大声 来来来 笑给他们看看 哈哈 我了太多了啊 那时候我隔多了啊 然后隔一点点 我给你吸收一下 我隔一点点啊 哎 稍微一点知道吧 对呀吹一下好吹一下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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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进去吧 不在啊 哎呦 我给你一生 不就 三种 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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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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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玩啦 你玩啦你啊 是我起来的 哎呀你什么你 你知道人家是谁吗 你 你知道吗 你就说 你就说加这首歌加这场景 你就说想让他玩不玩 哈哈 你由志宏 哦 你就是上台 把这首歌弄还 你说啊 他在那儿 你可以不需要努力了你 是吗 他是什么呢 他是这个品牌方的女儿 教我还这么吃了吗 这个不不敢拿怎么拿 就这样拿 这样拿 哦 怎么吃 这样吃哦哦 你真是活腻了呀你啊 你活腻了呀你啊 你嘛兄弟 这包子啊 妈吃起来 跟自己拿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剩下 剩下谈例 给他们看一下谈例 有腻症 一起不拆购 梁阳哥你来帮我一下 我不想帮的啊 撕不烂不买 你试试 肯定能撕辣胳膊 你来试试 我不是 我 评我心里话 我觉得你今天 我是一点不想吃啊 我觉得你今天正直 这样一会儿你下火再吃 大哥 我想问你一下 你个大男人为什么去生了这个丝腕 你今天睡觉了对你 因为比较性感 然后从小就喜欢这玩意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从小就喜欢这玩意 从小就喜欢 对对对 从小就喜欢你就做这个了 对对对 欣赏是欣赏啊就是 气死就是你看这个 就让心情愉悦 就开心 我相信男人都一 哈哈哈哈 说出了我的心声 哎你喜欢这东西多多了 从董事就开始 你说喜欢看吗 你吗 董事你 大哥呀 董事当年是几岁呀 我懂吧 大哥 大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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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的秘密都说出来了 小羊哥带货雪中飞 情侣款 额蓉羽绒 由于上身效果实在好看 于是大展才华 现场即兴 自创小曲 我帮你们当兄弟 你们就是我兄弟 兄弟们你别醒了啊 我可以说啊 他就是自己想看 跟你们没有关系 我一点都不想 就是你想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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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曲唱完 接下来请欣赏小羊哥与美女的试穿体验 谁都飞 何容啊 为什么他真的不许他要和我呢 因为鸭绒的有说有味道 哎 看一下 谁都飞呢 哦 你们会突飞担心就是洗完之后 他跑龙钻绒是不是 咱们家这款内层全都是锁绒工艺的 每三厘米十在这个走线 他会把这个鸭绒牢锁死在里面的 你们手洗机洗他都不会跑毛钻毛的啊 鸭绒 这换鸭呢 兄弟 嗯 刚看老师学长没看 不是 哈哈哈哈 鸭绒我穿的多少呀 85的 我不要啊 啊 这就是绿色不用了 来 来 老师看一下 好了 我们看老师穿上这个也是什么感觉 啊 再看一下 这一款啊 其实这一款男生也可以穿 这一款也是女款吗 对 男男女款 好 我看一下 好 好 来 老师你穿这个黑的我看一下来 那个给我 你这换没完啊 你每个都换那个都不换吗 那不换哪行啊 我换完就换完你老板不累吗 你这个这个这个在你们七七年多少钱 鸭绒呢 来 咱们看 看一下 看上去一价格 今天 299 其实我和小哥啊 接触网络是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视频 那个时候的短视频不叫短视频 叫GRF 就是说你拍的东西啊 它是一张图片 可以有一些 图片的动作 我不知道你们 知不知道 动图 动图 对 咱也没玩啊 就这些这确实挺好玩的 也拍过 我第一个写火的段子啊 就是公交车在公交车 车上面 带了一个拐杖 然后就有很多人让我坐位 那个段子啊 后面都有人拍吧 那就是我写的 后面就有人把它拍成视频了 但那个段子是我写的 写出来的 是16年之后就有人拍出视频的 然后慢慢慢慢到现在 咱们开始做这个直播 我们做直播是去年开始做的 15年正式的去做网络 几年了 七年 其实有 有时候我们看到网上面有人说什么 直播啥啥啥什么 其实它存在即合理 我我当当初我们第一次拍视频的时候 我们我们很简单 就是想陪大家 拍也好了视频 让大家开心 然后后面呢 慢慢慢慢 他这个网络自然就发展出了一个 带货 他这个直播啊 也是一种 就是卖货的方式 对吧 就像你去网购一样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呀 我们的东西呢 就是给大家展示出来 所以呢 所以的我 我觉得我们要做直播带货 我们就要把这个真正的作用 给大家展现出来 我们有这个能力了之后 我们又发现一个什么呢 到我们直播现在来 能够博力多销 对吧 其实上次我看了一个人 一个博主说 我觉得直播 就应该 不应该什么去砍价 不应该什么 应该是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 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 大家说的东西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去做 比如说你们你们说砍价 我用这个本事 对不对 我们可以去砍 那以前是干嘛的 以前做的都是广告 我的品牌 让更多人知道 那我该干嘛 做的广告 一下花多少钱 所以这个卖货 你像我们星期二 星期六 一场卖15个 那就必须把这几个皮 大家放心 还有就是售后 有任何售后问题 都可以找三字羊 杜利的三字羊 杜利的三字羊